欢迎收看本期的新西兰华人世界 上周日 第二届广东商会杯足球邀请赛拉开了帷幕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将有16支球队参加角逐 本期的社区大舞台栏目 我们将为您播出开幕式的现场报道 我本身是李教委 李伟 我是新西兰华人 体育总会的会长 广东商会邀请赛拉开 主办单位就由我们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主办 主要都是为了大家年轻人跟中年人有个移植力 我们想做一个体育的平台 那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年轻人还有喜欢体育运动 他们可以来一个移植力 移植力力量可以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体育总会以后的发展 非常非常高兴 首先我祝贺 我们李伟主席和这个新西兰华人体育总会 组织这场比赛 这个赛事非常的好 因为它有16支球队 其中8支是40岁以上 8支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有72场比赛 在我还有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裔的 有中国的 有韩国的 越南的 泰国的 当然还有我们的洋人朋友等等的 所以我认为这种赛事是在华人社区里面 我认为是影响最广泛的赛事之一 我非常非常感谢李伟主席搞这种活动 这第二届 我去年上一届我也来了 这一次我是感觉没有任何原因我就过来了 因为我知道上一届很成功 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 也祝贺你们 这一届很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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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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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